大家好,我叫小梅 我是一个来自贵州的农村女孩 2002年的 因上学的时候成绩不怎么理想 家庭经济也不是很好 所以读完初中就没有再读下去了 17岁就远离家乡 1000多个公里来到广州 进场打螺丝 是一个很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女孩 我进场打螺丝已经有两年多了 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生活 但是没办法 像我们这种人不干活就没饭吃 每天早出顽固 就是为了那几岁营养 八点钟上班 中午连班 晚上九点半才下班 现在出门去上班了 顺便把垃圾拿去丢 每天都来这里买点早餐 这是招卖 到长远了一个加工厂 人家都开始做事了 我还在吃早餐 我的工作环境就是很好 做这种很脏 手特别脏 我的眼睛手都是干净的 可是我的指甲缝却是黑黑的 终于吃饭了 我们老板是广州的炒菜都不上辣椒的 我已经吃完三罐辣椒了 第四罐了 吃好饭啊 休息20分钟 但是有的人都开始做事了 太低了 这只是一个加工厂 有差不多20个人 很小了 干这种活力招 还有点累 然后又炒 有两三道工序 每一道工序都不一样 每一道工序只有几个人 打螺丝的 只有我跟一个广西大姐 看这就是属于我们手工的画啊 这是针扣 你们都没见过 我们做的这些都是平常的那些包包 手上的东西 我们这个是做器件的 做多少拿多少 现在已经是晚上加班了 只有我们三四个人 其他人都不加班了 因为他们没有多少货了 我们这道工序的就还有多 像我打这种一颗螺丝一分四 两颗螺丝就是两分八 一个货两分八 做器件的做得快的 一个月也有六七千 但是要有货做 九点半啊下班咯 只有我们三四个人加班 我们就是拿这个洗手的 一专门用这种洗手的 这种才洗得干净 像那些洗碟机洗手液那些都洗不干净的 洗好手就下班啊 哇外面都下雨了 有点冷耶 每天早出晚会回家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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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